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研究人员追踪200位平均80岁的养老院老人长达10年 这段时间内监测老人的生活方式 健康 习惯 包括心理状态 饮食习惯 体重 是否吸烟或喝咖啡 是否郁闷 而且没有癌症等病症 其中80%的被研究者 都是有体力活动者 在研究的10年内有三分之二志愿者死亡 在分析他们及存活者间的差异显示 每周步行4次 每次至少15分钟的老人 总体生存率最高 研究者表示 走路对老人来说是比较简单的运动形式 加上散步时有新鲜的空气 走路运动可提高免疫系统的效率 以抵御病毒 强化骨骼 减少肥胖 也可提高平衡感 降低跌倒受伤的风险 对中老年人心脏疾病 中风和其他可能的死亡原因也有影响 而无法运动的人也别气馁 根据西班牙萨拉哥沙大学的研究显示 只要利用类似近来很流行的血氧机进行全身振动 利用平台从脚底传递振动到全身 就可以变得强壮 动作更敏捷 研究人员指出 对于难以自主运动的老人来说 全身振动能刺激肌肉及改善健康 而美国的研究人员也认为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 类似这类被动式的运动机好像是骗局 但也无法否认它增进人体循环的作用 这篇研究报告或刊在欧洲更年期期刊中 运动对小孩也很有帮助 刊登在小儿科期刊中的研究显示 儿童每天花在从事快走程度运动的时间愈多 体脂肪百分比就愈低 美国卫生纪福利部HHS建议儿童和青少年 每天至少要以约每小时5.6公里的快走强度 运动60分钟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 即转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